Hello 大家好 我是江江 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拜拜 我觉得我们台湾人很喜欢拜拜 其实我自己在有个阶段也很爱拜拜 不可否认就是遇到一点点困难的时候 或是自己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喜欢去庙里面拜拜然后求个千 然后感觉这样子就是神明可以帮我指引方向 那甚至还因为太常去庙里面抽签了 干脆就有乐捐然后天香有钱 然后就拿了一本那个解签的那个书本回家这样子 你看我就是以前真的很喜欢拜拜 那还有啊就是人类啊就是在拜拜的过程里面啊 就觉得好像什么节日到了就一定要拜拜 那如果没有拜的话好像就会觉得做错事情了 或是你少做了这件事情不对哦 你没有尽心尽力你没有对神明尊敬哦 或是过年过年的时候呢 可能就会去陪着妈妈去好几间庙里面去拜拜 那可能都是路线都是比如说时间好了 那你可能就是花一天的时间 你就要必须把这时间的庙里走完 然后呢就是去做新的一年的祈福 然后到了年底之后呢 又要再去这时间庙里面 再去做还愿的拜拜 还愿的拜拜 然后你看年底隔没几天又过年 然后你要再去相同的庙里再重新做新的一年的新的祈福 就会觉得哎我们家真的还蛮蛮蛮多这样拜拜的那个习俗 我相信身边应该也有很多朋友喜欢拜拜 比如说知道哪里有可以保佑你工作事业 平顺的或是会让你赚大钱的 比如说我是没有去过on road day吗 类似之类的就是很喜欢拜拜 那其实练习到后面我大概了解 就是人类其实在拜拜的过程里面呢 实际上其实他在找他内心缺少那块自信心 他认为说我要做到这些拜拜的动作才叫做 我对神明有尊敬 然后也可能人类觉得说我必须做满这些拜拜的过程 我才能得到神明的保佑 大概是这样 或者说遇到困难的时候呢 比如像我之前很爱去妹妹拜拜求签 其实我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抽到签了就觉得 老天或是里面的神明就是回应了我 帮我做了决定 这样了解吗 其实自己的内心是在自信心这一块是缺乏的 缺乏不足 稍微有那种不安全感 然后对自己没有十足的把握 就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不敢轻易的去做决定 于是交给 交给神明去做决定 如果签诗里面告诉你隐约 你可能需要向左边坐 你就会离开那个庙宇 你就会往左边那个方向去 去做这件事情 那如果这个签诗告诉你 你要向右边走才对 你离开那个庙宇之后 你就会觉得 我应该要向右边走才是对的 就会走出庙宇之后 就会肯定自己 嗯我要这么做 因为神明告诉我这么做 了解吗 所以我发现人类很爱拜拜 但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就是我现在已经没有了 但是我没有说拜拜不好 我没有说拜拜不好 只是你经过练习之后 我说过了 很多事情不是向外求 是向内求 可是这是必须经过一个转变的阶段 不是马上就 我就不拜拜了 其实是在练习之后发现 你的你的身体里面 存在着小我跟大我的时候 再加上每个人都带有神性的时候 你才恍然大悟 其实你走进那个庙宇面拜拜的 都是在拜你自己 那施签给你的回应 也不过是你自己的神性 引导你去走哪个方向 就是一切在于你自己 那我对其他的神明啊 或是经过庙宇的时候 其实我都还是带着那种万分尊敬的心 别忘了我们拜拜的动作 其实叫做不要忘本 要懂得感恩 感谢 然后带着尊敬的心 那其实我现在不拜拜 不代表我没有尊敬神明 但是我把这些不忘本 尊敬 感恩 感谢的心 放在落实在我每一天的日子里面 但人类就在我还没练习到现在 是跟一般人类一样说 就是跟一般正常人类一样说 是没有落实在生活里面的 其实这样就是有一点本末导致的 比如说我们有困难 然后我们去祈求 然后困难解决 我们就忘了这件事情 我们就忘了这件事情 但是意思是说 不是说你忘记神明这件事情 而是说 其实呢 老天啊 或是所有神明啊 其实是要我们去学会一件事情 应该是怎么样 你应该时时刻刻的 在你生活的点滴当中 每一件事情 你要去看到感恩 你要去看到感谢 你要懂得不忘本 不管这个事件或是这个人 不是那么的完美 但总有地方是要让你感恩感谢的 甚至这个一个事件会因而产生 或是你会认识这个人 你也要不忘本的去想到源头是谁 然后你要存着感谢的心 时时刻刻落实在自己的生活 每一天才对 而不是什么节庆到了 然后到庙宇里面去拜拜 不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嗯 我我从我自己自身 就是做起 然后开始 让身边的一些朋友了解到 就是说 其实你这样的去拜拜 嗯 跟你落实在每一天的日子上 脚步上时 其实是应该落实在脚步上才对 而不是你少拜了什么 然后就会少得到了保佑或庇佑 No 当你在做神明该做的事情时 你时时刻刻都被神明保佑着 时时刻刻都被老天呵护着 这样你们明白吗 不代表说 你一定要做到拜拜这个动作 才叫做尊敬或是不忘本 或是感谢感恩神明的保佑 应该要调整一下想法 就是你如果能 你如果没有去庙宇里面拜拜 但是你时时刻刻将这些 不忘本啊 然后感恩感谢 落实在生活上的时候 那个才是到底的 那个才是正确的 但你说 嗯 如果你已经练习到这个阶段 你还要不要不要 要不要去拜拜 那就要看你个人了 那我会觉得啦 拜拜其实 它是在帮助你自己建立好 你自己内心 自信心的那一块 那如果你觉得你去到庙里面 可以帮助你自信心更加坚强 跟拥有勇敢的勇气 去面对你眼前的事物时 我觉得去拜拜也是OK啦 只是说我现在 练习到现在 我我们因为已经用意识在过生活 我们知道意识是不带时间空间的概念 所以就算我没有走进那一间庙宇里面 我没有去做拜拜这个动作 但是我时时刻刻跟他做连结 连结 当你跟他做连结之后 他要给你的讯息 也会直接告诉你答案 不会因为你一定要走到庙里面 然后这样带着鲜花水果 或是三生啊 然后很多饼干糖果去跟他拜拜 然后他才听懂你讲的话 No 不是不是的 就是当你练习好的时候 进阶进阶 当你知道每个人都带有神性 那你也找到你的神性的时候 拜拜这件事情 就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 了解吗 但我不是说拜拜不好 我不是说拜拜不好 借记 就是我的意思说 不要本末倒置了 你很喜欢拜拜到处去拜拜 但是你的生活上 你的每一天的日子充满了愤怒 充满了猜忌 然后没有感谢 总是看事件的不OK 不美满 然后自己情绪一大堆的时候 这个跟你拜一百间庙语 都不会有帮助 有加分的 懂吗 所以今天用这个小小影片 跟大家聊聊 拜拜这个 这个过程 这个动作 到底你们在拜的时候 你们知道你们在拜什么吗 然后你知道到底神明或是老天要你们调整到什么样子吗 其实就是记得 当你常常会去拜拜的时候 就表示你对自己缺乏自信心 自己没有勇气去做决定 然后交由神明或老天帮你做好决定 那但是经过练习 这一切都是可以自己完成的 那所有尊敬都会放在心里面 老天都知道的 当你落实在生活上的时候 老天会跟你比个赞 因为你正在执行 他要人们做的事情 了解吗 但那个喜悦 那个他帮你按赞 那个心情喜悦 只有你自己知道 今天分享到这 I love you 拜拜 拜拜